iphone 最实用的6个技巧 你都知道吗 1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 手机充不静电 打电话声音太小 看视频有杂音 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手机机灰造成的 你只需要一个牙刷 沾点酒精 把听筒喇叭孔还有尾叉 这样来会刷 把污层清洗干净就ok了 nice 二别人用了一年的iphone 电视健康还在百分之百 为什么你的电池掉那么快呢 那可能是因为你根本不会充电 要知道我们的手机用的都是锂电池 锂电池有个特性 就是电量在70%左右 说明是最长的 所以我们不能过度充电和放电 简而言之 就是不要等的电量低于20%才充电 也不要通销打蛋的充电 要做到随用随充 三 你知道用手机才能充电次数吗 首先在这个网站里找到电池寿命 点击获取指定 添加即可 然后在隐私分析改进里 打开共享iphone分析 查看分析数据 找到最近日期的这个记录 点击右上角 选择电池寿命 就会弹出手机的充电次数了 四 苹果用户可以隔空传送 非常便捷 但苹果传安卓 手机传电脑 你不会还是用微信吧 langeoff是一款跨平台互传工具 只需连接同一wifi 不管是什么系统都能实现数据互传 不用流量操作方便也没有广告 五 刚下的软件翻来覆去 总是找不到 点击设置 主屏幕 选择添加到主屏幕即可 还有满屏的未读小红点 让人抓狂 把队内app标记完毕即可 又每天定好几个闹钟 但还是起不来 那这个使命闹钟就是你的救星 只要不完成指定任务 他会一直想下去 啊 比如这个拍照任务 每天醒来必须到指定位置拍摄 才能关闭 你还知道哪些使用的技巧呢 欢迎评论去留言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论